這款有兩個顏色 我穿的這個是米色 偏黃黃的 是米黃色的 我拿著這個是實黑色 手袖是一個冷漬的 波點師傅布質的手袖款 衣服是一個麻花圖 這是針織密度比較高的線材料 它是偏厚一點的針織 也有彈性 其實這個位置有些通的 通通花花 通通的 但是密度也很細密 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底的狀態 現在我這個橡牙色 其實霜霜的顏色是沒有去到橡牙的 應該是米黃色 也偏實的 你看到也不需要擔心剛才的 這一點點 如果這樣拉就能看到 但是如果正向這樣看 看真人 其實就不會看到什麼的感覺 這個手袖口 就是這樣 有一個很漂亮的 很軟的毛毛 波點 而且它是一個大大小小的模型 這個就是浪敏料 還有一個Ruffle 這個是我手額來的 Cutting屬於 適中 這個Cutting也是很適合襯外套 背心款 也沒有問題的 不過夾圈那裡 這裡就有一點低 看看自己怕不怕這個位置會走光 你看看 這個衣服是這樣的 也算是偏長的 比起這些算偏長的 差不多蓋到大半個Hip位 也有彈性的 我剛才就放進去 另外 同樣也是一個 羅文 然後再配了Ruffle的效果 整件事非常之連貫 就是一個麻花的圖案 我自己都挺欣賞這個款 因為我自己是挺喜歡麻花 它配了這個 波點 MOMOLAN的波點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冬天 而且如果喜歡配襯衣服 也可以考慮配襯白色衣服 我覺得 如果有白色衣服的話 配襯白色衣服的效果也很漂亮 非常之有冬日的 冬天的感覺 這些款式 穿去打卡 穿去拍燈色 打卡位置 都覺得很適合 除了配襯牛仔褲 我打算配襯最穩定的牛仔褲 這個款式我會配襯花裙